馬斯克在週四貼出比特幣能源消耗圖 並附上文字稱 在過去幾個月的能源消耗趨勢真是瘋狂 而在前一天 也就是週三 馬斯克還發推文稱 基於對環境的擔憂 特斯拉暫停使用比特幣支付購買旗下電動汽車 馬斯克表示 依然看好加密貨幣的發展前景 但目前環境成本過高 一旦能夠以更高效 可持續性的方式進行挖礦 特斯拉就會使用加密貨幣 馬斯克的消息造成比特幣暴跌 截至乘稿時 比特幣在過去24小時下跌13.38% 暫報47728.51美元